自助餐內民眾端盤選菜 小朋友正在爸爸身旁等不及用餐 背心女童把紅地毯 宛如當成獨木橋 搖搖晃晃往前走 抵達終點伸手一摸餐台 卻燙得她哇哇大叫 趕緊縮手 女童嚇壞痛到大哭 父母才驚覺不對 趕緊安撫詢問 她在那邊玩手 當上事件就發生在桃園一家自助餐 6號中午吃飯時間 女童一家四口到店內用餐 沒想到整排配膳台 看似一般鐵盤 底下卻是用瓦斯直接加熱保溫 燙得女童崩潰痛哭 當晚手掌就開始起水泡 很抱歉 所以我後來也馬上貼了這個標語 這對家長也很不好意思 也希望這種事不要再發生了 一次入餐 打著雞飯白飯吃到飽 希克卻沒做好防燙措施 儘管事後緊急在配膳台各處 貼出高溫誤靠近標語提醒 但第一時間家長的沒注意 再加上店家沒告知 恐怕除了女童留下傷疤 新利益留下音隱 記者劉學長 陳時鏈 彭新美 桃園報導 服務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